顏色來講,就是同樣一個顏色來講的話 例如說我們畫一個正方形 我們輕輕地畫一個正方形 藍色來講 這是一個顏色上面的感覺 例如說你輕輕地畫 輕輕地畫跟重重的話 哪個看起來你會覺得哪個比較重 比較重重畫起來 其實這是一個色彩上面的感覺 所以我們在畫的時候 你要多運用像這些的效果 去讓你的畫會更有利 例如說比較有重量感的地方 顏色可能要上重一點點 那比較輕的地方 顏色稍微上輕一點 例如說那個鳥的白羽毛 你可以稍微上輕一點 感覺就會比較輕盈一點點 那像這些就是一些 比較色彩心理學的上面 那你們可以多用一些這樣復古 例如說那個 我們上次有講過 同樣一個顏色 在不同的背景裡面 同樣一個面積 例如說同樣一個圓 同樣是白色 對不對 同樣是白色 那一個是在灰色的底 一個是在黑色的底 那哪一個白色感覺比較亮 黑色的底 只是黑色的底感覺比較亮 那其實它是一個對比的問題 那所以說 像我們講的這些色彩學的觀念 你們可以多用在 同樣用在我們的畫上面 那等一下這個 這個你們都要練習看看 那我們現在先來畫一個蘋果 那等一下就是大家 就幾個人分一顆吧 畫畫看 練習畫畫看 那我們在畫的過程當中 你們剛開始在畫 你可以先用黃色的打稿 黃色打稿就好 然後記得那個 畫的方式其實跟我們在畫 鉛筆樹苗其實是一樣的 那你的筆樹 要多去做教會 我們剛才講的嘛 你那個要去練習一下 好 例如說像我們現在開始做 我們畫小一點 這樣比較快 那現在就開始上顏色 你可以從淺的線上 其實色鉛筆跟鉛筆其實是一樣的 它是越加越暗 越加越暗 所以我們從亮的地方開始畫淺 筆觸就是用交錯的方式 那像這個 暗面這個地方 你也可以先 你也要上一點點這些顏色 先把它做一個整體感的效果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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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用這個小本的話 你就可以這樣釣來釣去 釣來釣去 釣來釣去 齁 它好像有 綠廣的 對 它有把它加起來 對 它有把它加起來 好 那如果比不過尖的話 你可以稍微削一下 好 露一點點剛才那個黃色的部分 這個部分 現在是第二個顏色 對 現在是第二個顏色 等一下我們一直會加色上去 加深上去 所以它跟水彩一樣 對 但是跟 跟分彩不一樣 跟分彩是相反的 齁 要準備一個小叉 小叉 沒有 不用啦 就是跨習慣就好了 應該拿這樣子 身鑫筆齁 其實畫小小的齁 還有畫一些那個 你們如果有興趣畫那個 繪本的話 其實也蠻好玩的 就畫一些比較有 富有想像力的東西 它可以畫的很夢幻的方式 也可以畫得很真實 那這個方式其實 那這個方式其實